我家路小萌 你这帮大学经验 就入职海城第一企业 城市集团的小业公 反而今天 我家里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妈 你醒醒妈 妈 你怎么了 妈你醒醒 你真叫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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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什么呢 为什么要自杀啊你 小萌 这都是媒婆给你介绍的 第五十八个相亲对象了 条件家事 倒是一等一的 你怎么诱坏人家家子 你告诉妈 你到底想嫁个什么样的男孩 妈 你别闹了行不行 我都说了 现在不想结婚 什么叫不想结婚 你嫂子下个月她就生了 你不结婚没有彩礼钱 我还怎么给你哥给你嫂子买新房子住啊 不是 嫂子他们生孩子 凭什么要我出钱啊 妈你别怪小萌了 医生说我肚子里是个男孩 男孩嘛 吃点苦说点自媚傻的 男孩 你干什么呀 陆家王 你要是害我大孙子没有房子住 我就打死你 妈 所以说 只要我不结婚 不给你们钱花 这个家 就辱不下我 是吧 没错 女儿生出来就是个赔钱货 陪丫子团子不接待 陆家就绝户了 你今天要是不结婚 当我抱大孙子就去死吧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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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是他了 是的 总裁 这次员工的体检 只有他的肾和叶小姐的安全品 总裁 我们结婚吧 陆小龙 陆小龙啊陆小龙 你这辈子都没想过 居然会和自己的老板结婚 二位是自愿确认结婚的吗 确认我就盖章了 还需要再确认几遍 走吧 程总 我想问问你 我就是一个行政小助理 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啊 因为 匹配 匹配 这是总裁为你准备的房地产股票 汽车珠宝的赠予协议 价值八个亿 只要你签字就会转到你的名下 八 八个亿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公司每个月给我的工资是八千 除了生活费的那些开支 还能剩一两三千 婚姻呢 最重要的就是平等 你给我那么多 我却没什么能够给你的 你怎么知道 没什么给我的 不要可以 扔了吧 是 认了怪可惜的 那这样吧 我先帮你保管 等你有需要的时候 再拿回去 我还有个会 你先送他回公司 是 不至于吧 我身上还能有总裁 贪图的东西 难不成是美色 林特助 那个 夫人 走吧 走 一会儿吃什么 早上好 不想忙 即日起 调任行政助理 特此通知 战戒黑卡之外 居然还有生殖加鲜 这年头总裁闪婚 都是这么白的吗 孟子涵 你有病吧 原本上是男人 应该是我 现在被我的好闺蜜 抢了 家里一把这怎么够啊 好闺蜜 谁家好闺蜜 专抢别人的男朋友啊 哎呦 哎呦 什么 小的男朋友 陆小萌 你瞎说什么 谁 谁是你男朋友 分明是你之前想勾引我上位 我压根就没同意 你 大家都听见了吧 刘主管大根不承认陆小萌这个女朋友 倒是你每天留下来加班 不就是为了想勾引上司靠身体上位 怎么 刘主管不搭理你 你是想勾引其他人 是财务部的张主任还是朱副总啊 我告诉你 就算你把衣服脱光了 站他们面前 他们都不会看你一眼 你 你敢打我 我打你 还需要之前控制你吗 你骗了 你 快快放马 谁他妈敢 宋才 宋才 您来得正好 行政部的陆小萌 不踏实工作 一心想靠身体上位 我建议抓住她的肩膚 一兵开除 是吗 肩膚 通知人士 马上开除 是 你们搞错了 你们要抓的人是她 不是我 刘总管 不如你听听这个 不如你听听这个 宝贝 你好香啊 果然比陆小萌 有女人味多了 那 下半季度的行政助理人选 放心 我是主管 这不都是我说的算吗 我接受了 利用职务之变 假公济私 擅自谋权 我看你这主管是干一样 宋才 是我一世糊涂 兄弟 兄弟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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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除我 你带她呢 宝贝 我 表姐 我 我知道我错了 那个 今天 谢谢你 陆小萌 我已经抢走了我特殊的位置 还能让总裁这么帮你 你可不等着 我这就去告诉我表姐去 我不吃 我不吃 我说过多少遍了 我不吃 听不懂人话吗 建涵 你终于来了 你已经很久没来看我了 公司有些事情 怎么样 陆小萌同意决身了吗 不同意 还是 他有很多钱 这个 你别操心了 好好准备手术就行 我们以前对我 从不会这么费的 你一定还有时间 不住 先生 夫人 以后你就住这 有什么事 跟小张说就行 嗯 好豪华的房子 我真的是打一辈子 工都住不起吧 我是踩了什么狗屎音 随手抓的老公 竟然是我的顶头上司 成静寒和叶婉婉 要一辈子在一起 叶婉婉 谁让你乱动的 对不起啊 总裁 我不小心把它打破了 我帮你收拾 不需要 出去 不能受伤 总裁 我知道错了 你不能受伤 一点小伤而已 没事的 别动 他怎么变得这么快 他怎么变得这么快 看吗 嗯 想不到 冷若冰霜的总裁 也有这么细心的一面 再忍一下 嗯 总裁 你既然这么喜欢叶婉婉小姐 你为什么不跟她结婚 不该你知道的 稍打听 好 这两天注意点 嗯 我有时间出去一趟 嗯 又是夜晚了 韩哥哥 你在忙什么 为什么不回我微信 臭小子咋回事 结婚了还不回来 好 知道了 奶奶 奶奶知道咱们结婚了 想见你 这么突然 可 我什么都没准备啊 什么都不需要准备 哦 好 等会儿叫我奶奶 就跟她谈 给婉婉军生的事 大少爷 大少爷大少奶奶好 哎 妈妈 哎呀 奶奶总算把你给盼回来了呀 奶奶 是您啊 奶奶 是您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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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老太怎么办 哎呦 这老太怎么办呀 这老太怎么办呀 家里没套房 谁敢扶老头老太太 就是就是 现在不能做好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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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嗯 奶奶您没事吧 啊 我不念起来 哎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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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怕我是碰瓷的呀 我都被脸干净 谁碰谁还不一定呢 你是在城市上班呀 你叫什么名字呀 奶奶 我不跟你说了 我上班要迟到了 我先走了 拜拜 哎 你叫什么名字呀 丫头 当初啊 韩瀚 闪婚的时候 我以为她娶了一个 满心算计 人面兽心的 坏女人 结果呀 结婚这上一看 是你的名字 奶奶高兴的呀 是一宿都没有睡着啊 哎呦 哎 原来是因为奶奶反对 总裁才不能取夜晚晚 哎 给带上 哎 哎 奶奶 这个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哎呀 这个是成家呀 对媳妇的认可 不是哪一个女人 都能带上的啦 哈哈 加油啊 早点让奶奶抱上 嘶嘶嘶嘶啊 嗯 知道了 老夫人 到饭点了 哎 来来来 咱们准备吃饭吧 哎 这么多年了 好戏终于要开场了 好 萌萌啊 尝尝这些菜 合不合你口味啊 别客气啊 好 大哥回来了 师兄怎么还没听说 总裁已 阮静雨 你这是干什么呀 妈的季日快到了 我在给妈选花 嫂子你觉得 这花妈会喜欢吗 嗯 应该会喜欢了吧 是 啊 啊 你一个私生子 有什么资格管她叫妈 要不是看你是个残妃奶奶 可怜你 跟你妈一样连踏进成家大门的资格都没有 这种话 以后不许进成家的大门 是 奶奶 我先走了 我下次再来拜访您 你 你看看你 哎呀 真是早孽呀 程静寒 你身边的每一个女人 都没有好下场 总裁 我以为阮静雨是您亲弟弟 不知道她妈妈是小三 我要是知道的话 我肯定 陆小芒 别再让我从你嘴里听到她的名字 好 我不说 我不说 你 手受伤 笨死 会不会说坏 别再让她 更亲爱的 要不你还是接叶小姐的电话吧 她都打了很多个了 你就当我不存在就行 我 我 我给你爆炸伤口 听说 我的事轮不到你操心 下车 可是你的手 我再说一遍 下车 你 笨死了 想那么多干什么呀 萌萌 我被客户灌酒 你过来帮我一下可以吗 孟子涵 我们早都已经不是朋友了 以后不要再找我 小萌小萌 你别急你听我说 之前都是我不好 就念在我也曾经 帮你爸爸还过赌债的份上 我撑都够不了了 你 你别怕我 喂 喂 哎 什么 谢谢你为我当酒 不用谢 反正就是 最后一次 我怎么这么晕 刘主管 你跟孟子涵串通好了 还不算太蠢 你别过来 你再过来我就报警了 报警 你觉得我会怕吗 只要你敢报警 我就曝光你今天的裸照 让你和你们家 彻底没脸见人 谁留的 这个混蛋 你害我丢了工作 还想帮我送点橘子 陆小萌 你这胆子越来越肥了 这当我拿你没办法了 放开我 放开我 他恋爱的时候碰都不让碰 请你我都要看看 你这个针尖练女 在我身下 是这么的放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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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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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娘们 可我今天怎么告诉你 救命啊 啊 敬酒不吃 吃八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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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 程总 怎么又是你 你 你和陆小猫 是什么关系 他是 你 太太 总裁 求你放过我吧 我知道错了 我就陪你好好玩 没事 没事 总裁 谢谢你救我 总裁 夫人下车的地方挺偏的 这么晚了 她一个小女孩 万一遇到什么危险 我去给你拿的是毛巾 总裁 我好热 清醒一点 你确定 这是你愿意的 我确定 吵死了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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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为你 韩哥哥 这就是你不回我消息的原因吗 你明明说 是为了帮我找声援才接触的录像吗 现在卷甲戏真错了 我记着 我把他手机关起 容易耽误我们工作 父母 我竟然真的喝的 来酒店接我 顺便带一套参加晚会用的女士礼服 S吗 S吗 我的尺寸 总裁 叶小姐不见了 什么时候的事 早上查房的时候 发现叶小姐的病床空着 我已经派人去找 老公 陆小牟 昨晚只是意外 他爱的只有夜晚晚 你只需要安分 做好你程太太的工作 再给你们半小时时间 找不到人都给我滚蛋 医院也别开了 是 你去哪了 韩哥哥 我一直在这 只是你没看到 你知道不知道 突然找不到你 我很担心 我刚刚做了噩梦 梦到你娶了别人 爱上了他 不要我了 我实在睡不着 才去公园里散了一会儿步 不会的 梦都是烦的 快 救命 有没有人来救救我 救命 有没有人来救救我 学生 你快醒醒 我来救你了 你终于醒了 是你救了我吗 好吧 反正我已经等了四年 不再会再多等一阵子 我再去跟主人聊聊 把这件事做得干净掉 来 是呀 是啊 好久不见呀 你今天穿的真好看 就挺漂亮的 谢谢啊 不知道谁有这么好的命啊 可以嫁给我们多金又帅气的总裁了 你想衣服 是啊 性感报就在 扣板为公司 别呀 很丑吗 陆小萌 这一次 你死定了 喂 你快看啊 天哪 这什么小萌 妈妈 妈妈 不情话 怎么会有这种视频啊 真的假的 这也 酒店的视频 怎么会在这里 别动 没想到他是靠身体捕上位的 可真脏啊 就是 也不知道和多少男人睡过了 可惜被打了马赛克 抓不出来这个人是 就他这种货色 对方肯定是个老男人 萌萌 这上面的女人是你吧 要不说说 是哪个男人帮你上位啊 你让大家活得认识认识 该不会是集团里面的男性 小萌 你不会无耻的 去做小三了吧 我没有 莫家涵 我昨天晚上为什么去酒店 你最清楚不过了吧 你说这话 我可就不明白了 你去酒店 我怎么会知道啊 是你跟我说 你有危险 骗我去酒店救你 然后迷晕了我 还想找人轻薄我 天大的笑话 街坛谁不知道 你陆小萌 和我昔日闺蜜 反不成仇 我会喊你去救场 你们信吗 不信 看见了没陆小萌 压哥就没有人信你 你在这自诩欺乳有意思吗 好 我是不会让城市蒙羞的 我辞职 站住 放心吧 城总 我不会赖在城市 孟子涵 你把视频发出来 什么目的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你跟黑客的聊天记录和转章记录 都在我这 你以为昨晚删掉酒店的监控记录 这时候就天衣无风了 孟小姐 真是不想 罗天隔壁房间 有目击证人 这不可能 谁指使你的 不 我能把表姐供出来 谁表姐还在 她就会帮我 陈总 陈总 是我错了 陈总 是我嫉妒 陆小萌抢了我特殊的位置 是我做错了 马上开除 陆小萌 都是因为你 我要跟你同客一切 林叔 抱歉 放箭 别放箭 我求求你了 不要紧 你看她 不要紧的 发生放空 我求求你了 不要放箭 扔了我这一次 放箭 是 我求求你 不要放箭 不要 不要放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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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绘 继续 你们有没有觉得 那视频的男人 看着身材有点眼熟 总裁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 怎么可能会喜欢陆小萌呢 是啊 但是我听说 虽然老董事长不同意 但总裁执意要和那个 交往了十多年的初恋女友结婚 可宠她了呢 不要放箭 表现 表现 救我表现 这就是夜晚晚吧 这人居然比照片还漂亮 怎么回事 有没有刷到 小萌 你身上有现金吗 快点给我转过来 韩哥哥 爸 你怎么来这了 而且 还被打成这样 你手机呢 手机上肯定有钱 快转着给我 你又欠钱了 这次欠了多少 两万 二 二十万 二十万 我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 就算我真的是有 我也不可能给你还赌债的 你不管我了是吗 你们老板呢 你是 你是他们老板 你赶快 下个命 让他 帮我把债还了 我是他老板 替不替你还债 是他自己的事 干什么的 让开 我们找人 让开 赶紧还钱 这些是干嘛的 这是我闺女 她替我还钱 我 我没钱 没钱 那对不起了 我们只能从你身上拿点东西回去 交差了 你们 你们把他带走 随便把他 卖什么价钱 只要能够还债就行了 爸 你说的还是人话吗 哎呀 你这下子怎么会这样的 爹 难怪小萌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要爬床上尾 原来 是有个嗜赌成性的父亲 别废话了 你到底贴得还吗 你欠的钱到底还不还 我 还不还 断了断了 陆小萌 你个天傻的 负债自还 那是天经地义 女儿家的那层膜 早晚得给人捅了 即使别人不捅 将来你老公也会捅 拿来还钱 又怎么了 别说了 多少钱 我还了 早说嘛 你爸就不受这个罪了 可以分期吗 分期 行啊 那我们给他的手指都也分期 别别别 等一下 这二十万 我替他垫了 你是 我是韩哥哥的未婚妻 城市的未来老板娘 是不是 韩哥哥 嗯 你就是纵财夫人哪 果然人美心善 陆小姐 这钱算我借你的 先帮你爸爸还赌债吧 我不缺这点 爸 你看看 你们总裁夫人 都是大体 以后你要跟着他后面 好好孝敬他才是 我这女儿 从小欠抽 没有管教 以后 还得多麻烦你们了 刷砍 慢着 让初纳给他们二十万 是 你们几个 跟我走吧 韩哥哥出钱 我出钱 都是一样的 这钱向公司借你的 从你的工资里分几口 谢谢总裁 谢谢 谢谢总裁夫人 我 先去个洗手间 韩哥哥 我也去趟洗手间 他就是在这种家庭里长大的 擦擦脸吧 谢谢叶小姐 刚才帮我 是我该谢谢你 谢我 谢谢你在我生病期间 帮韩哥哥解决生理续情 那个视频 你也看了 我 我不是有意要破坏你和总裁的 我那天晚上 背下了药 所以我才 别急着解释 像韩哥哥这么优秀的男人 多的是想要生破的女人 但是 能与她携手一生的 必然是家事学历 都与之相配的 至于你 还不足为惧 昨天 你在酒店的服务不错 这二十万 是你的服务费 也将会是 买你甚的钱 视频 是你拍的 你觉得呢 就不怕总裁知道吗 知道要怎么样 难道他会为了你 跟我分手吗 你 有些玩具是一次性的 就像这纸一样 用完了 就只配扔进垃圾桶 来 韩哥哥 我怕 你想干什么 韩哥哥 陆小姐以为 我给他那张卡 是在羞辱他 这才动手打我 你不解释一下吗 你不都已经相信了吗 还需要我解释什么 马上出去 出去可以 但这个冤 我不能白射 你 现在 就不算冤枉了 你怎么敢 你知不知道 他是个病人 韩哥哥 你没有必要为了 我发这么大火 陆小姐可能是 对我有误会 这才对我产生 这么大的敌意 误会 我看他是不知道 自己其心其量 对 是我看不清楚 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打扰到了程先生 和叶小姐 狼情窃益 站住 打完人不是应该道歉吗 道歉 行了 夜晚晚 我跟陈静涵 才是合法夫妻 我跟他上床 是义务 你跟他上床 叫服务 道歉完了 我可以走了吗 夫人 您父亲我已经派人送回村里了 谢谢林秘书 给你添麻烦了 这都是总裁吩咐的 其实他 还是在意您的 林秘书 你不用安慰我 他在意的 只有夜晚晚 送我回家吧 妈 小萌 你是不是结婚了 你听谁说的 你爸说 你们公司老板 替你还了那二十万的债 哪家老板能这么好心啊 后来一问 送他回来的司机才知道 你这嫁的谁啊 妈 你有什么话 就直说吧 我是想着周日中午 带着女婿一起到那个叫 官宴的餐厅一起吃个饭 司丫头 听见了没有 周日中午 你去晚上再来 喂 喂 我女儿啊 眼光高 那女婿肯定差不了 那高低 是世界五百强的企业股东 或者高管 以后你们二老啊 肯定会享福了 特是肯定的 那怎么着 也得把我们一家人 全接到城里来生活吧 小萌 你来了 女性呢 她没来 是我自己 什么 这有钱的老公 该不会是你们吹出来的吧 二叔 穷就穷点嘛 我们又不会笑话你 何必打肿脸充胖子呢 谁 谁说的 小萌老板 眼睛都不眨 帮我还了二十万赌债 还用豪车 把我送回村 你们不都是看见了 要不是他男人厉害 他能这样做 爸 这二十万是公司借我的 我是要拿工资分期还款的 什么 还还贷 你你你一生不肯就嫁人 彩礼都还没给呢 你今天继续把那个男人给我带回来 高地给个六百六十六万的彩礼 六百六十六万 你们怎么不去抢呢 六小萌 你脑子被驴踢了 一个皇冠大闺女 没有彩礼 像样的闺女都没有 你要的门睡 您好 打扰一下 请问下面的菜还上吗 上上上 上个屁啊 还以为真能攀个有钱的妹妹 哦 我呢 菜就不要了 退掉 抱歉 先生 菜已经做好了 不好退了 什么 黑不了 信不信我举报你啊 反正又没上棋 你就必须给我退了 一桌菜就一千八百八十八 想拿我们当约大头啊 门都没有 这位女士非常抱歉 菜真的退不了了 还有你个丢人现眼的赔钱货 让你爸和我丢人也就算了 还让你哥嫂 白花一千八百八十八元 你们是什么人 岳父 岳母 不好意思 有点事 来晚 你 你不是 小萌的老板吗 岳父 岳母 是 我是小萌的丈夫 你怎么来了 臭小子 今天你无论如何都得给我去见岳父岳母 而且必须给萌萌称足的场面 这样子在娘家过得不好 既然你娶了她 就得好好宠着 否则 别怪我去找叶婉婉的麻烦 没错 是 这娘家半宴 怎么能少了我的 坐 不好意思 不知道各位喜欢什么 随便的盖着 我看上的周夫妇的金手镯 上次在专柜看 要两万块呢 这是城市旗下商场的定制款 最低也要两百万 两百万 萌萌 你嫂子 你嫂子快生了 我没想搬到城里住 我和你嫂子前段时间 刚看上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 妹夫 才三百万 对你来说 不多吧 才三百万 你们要是自己有钱 自己买啊 付了 还款我付了 妹夫啊 我给你嫂子 那也没啥学历 这城里的工作啊 是真难找啊 都是那工地上的脏活累活 工作我来安排 那工资呢 一个月一万起步 好好好 女婿啊 你和萌萌闪婚 没有办婚礼 这婚礼没白 那彩礼总不能少了吧 不需要 彩礼是当然不能少 不过 在给你们六百六十万彩礼之前 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你们为之前的所有事 给小萌道歉 道歉 我们是她的父母 给她道歉 既然如此 我看彩礼就免了吧 是 不 道歉 我们道歉 赶紧的 小萌 小萌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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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已经道歉了 你倒是把东西留下来啊 你当然的房子 车子 还有 残礼的 我说你们怎么这样啊 人财都购买就跑了 矜持高楼的总裁 竟然会为了夫人做这种事 要是他对夫人没感情 我八死都不信 谢谢你今天 愿意来 见我的父母 应该的 才不是你心疼 我不因为他是我妈的事 我 喂 韩哥哥 我今天看见了一件特别漂亮的婚纱 你什么时候陪我去试试呀 奶奶让我出来办件事 马上就回去 原来他今天来 只是为了完成奶奶交代的任务 陆小龙 你到底在期待什么 你 你怎么在我房间 我刚刚做梦了 不好意思 这些都是你做的 我副业是建筑设计 明天去设计部找西瑞报道 能不能留下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我居然就这么被调到设计部了 他是在为年婚那天的事情和我道歉吗 还是在为离婚做准备 严慧的小事 皮闹得那么轰动 他还有脸在公司待下去吗 连针槽都不在乎的人 哪儿还有脸 新人那么严厉 用不了几天 他就得滚蛋 有时间在这儿八卦 木少的设计稿都改完了吗 你就是陆小萌 我是 这是我的简历 我之前大专的时候 俯修过设计学 还做过 去把公司三年代 所有的设计中稿都整理出来 等一下木少来了要看 现在 做不到 做得到 我现在就学 木少 上版设计图你哪里不满意 您说出来 我们也好按您的意思修改 上呀 上 你放大招啊你 工程部一直想赶工期 但木少那边一直不满意图纸 谁都不敢贸然开工 什么原因 没说理由 木少 妖戏追杀 我喜欢 哎 哎 美女 找到了 怎么在了 怎么会有人被老鼠吓云了 木少 我醒了 怎么又是你 把你摸过老鼠的手 给我拿开 堂堂牧师集团的少爷 居然害怕老鼠 成静 你故意的是吧 这是我们总裁 给你的一点心意 设计方案可以不会做 但是呢 这只老鼠 请你务必收 不 不合作 谁说不合作 我看 他挺合适的 当他来负责吧 什么 他 这恐怕 不太合适吧 是啊木少 陆小萌今天才第一次来设计部 他还是个新人 你们是老人 你们经验丰富 那也没看你们给我一个像样的方案 我 我真的可以参与 城市集团和牧师集团项目合作 当然 谢谢木少 谢谢总裁 只要完成这个项目 就算我和陈静凯离婚 离开城市 不愁找不到工作 总裁 这木少为了跟你唱反调 居然让陆小萌接受这个项目 不过 夫人这下可要受苦了 如果真的完成这个项目 他就可以再设计些立组 也算是我对他的补偿 来 来 木少 对不起啊 打扰你了 你来干什么 木少 你要是再不通关我的设计图 我就要被赶出设计部了 求求你了 再看一看设计图吧 这是谈工作的地儿吗 我真信了 程静涵这丫的鬼话 真选了你这种 不会来事的菜 要谈工作也不是不行 你给小爷我跳个舞 只让你扫了我的兴 牧师 我不会跳舞 不会跳舞吧 我给你三天时间 必须让木少 把设计图确认了 否则 不管你是怎么进的设计部 都让你滚蛋 好 我跳 你看他 你在干嘛 跳舞啊 你这跳的什么舞 带走舞 带走舞 要人命啊 我都说了 我不会跳舞了 你非要让我跳 我们现在有时间 可以看看设计稿了吧 牧师 我跟你讲 我一共呢 设计了八版设计图 总有一个你会喜欢的 八版 你要看似小爷我吗 陆小姐 你跟我们哥几个 每个人喝一杯小杯酒 你喝一杯 我哥看一张行不行啊 是有你说话的份吗 我去个洗手间 总裁 牧利行订的包衫就在前面 看木少的样子 八成是看上陆小萌了 好 我喝 第一版 不满意 第二版 封个态度 因为工作至于这么拼吗 当设计师 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况且 这个工作 是程总交给我做 我一定要保证 程氏集团 和牧师集团的合作 能够按期完成 程庆还是你老公了 你这么听她的 你是不是傻啊 你看不出来我在故意刁难您啊 这要有一丝喜欢 我都不会放弃的 你是不是傻啊 为梦想犯事 不丢人的 牧师啊 你没有梦想吗 第一版 我说用第一版设计 我想 你的意思是 我的设计课 不能过来 酒量这么差还这么喝 陆小萌 你家在哪儿啊 我送你回去 我家 陆田路 三十 程庆涵 你有病什么 这是小爷我开的报件 这是城市的员工 员工怎么了 上班归你管 下班还归你管 小爷我今天就要送她回家了 小爷我今天就要送她回家了 站住 你算什么东西啊 你凭什么带她走吗 她是我太爱 开什么玩笑 你跟叶婉婉在一起那么多年了 你说陆小萌是你老婆 牧师 她确实是我们总裁的赏鸽夫人 你说是就是了 我要亲口听她说 告诉我 我是谁 你是 我老公 快离婚的那种 以后离我太太有问题 看什么看啊 嗯 嗯 嗯 总裁 后上已经 通过我的设计图了 我可以继续留在设计部了 留在设计部 能让你这么开心 当然了 我 爱情没有 我 我还有事业 我不是一无所有 跟你说过 我们之间 没有爱情 嗯 你好讨厌 为什么老要给我强调 你还要玩玩了 我 她也玩玩玩了 程杰 你到底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呢 我跟你结婚是为了 为了应付奶奶 对吧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 我很痛苦的 不过没关系 等我离了婚 我就自由了 你要跟我离婚 我占了叶小姐的位置 还给她 总裁 我好像控制不住自己 要爱上你了 韩哥哥 你对他动心了 对吗 去给我查一下这个匿名短信的号码 好的 这是木少确认过的设计图 大家抓紧时间和工程部对接 陆小萌 居然搞定了南缠的木少 这怎么可能 难道是靠身体 又包上木少的大腿呗 陆小萌 这是市政的招标书 还有一周时间 有问题吗 保证完成任务 恭喜你 比你的设计师梦想更进了一步 木少 你这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情况 能不能要 我送出去的东西 就没有收回来的道理 拿着 赶紧吃饭 木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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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不得我 你这个花 我不能说 我 我结婚了 结婚 成建涵不适合你 跟他离婚吧 你怎么知道 成建涵和叶王婉在一起十年了 你跟他在一起不会幸福的 离婚跟我 这 我 拿着 总 总裁 我 总裁 我 我 我来 我来送送木少 木毛 我说的离婚提议 你好好考虑考虑 木少 你别乱说话 成建涵 你什么意思 通知下去 我对花粉过敏 任何鲜花不得进入公司 是 天啊 总裁连面对叶小姐都没有过这么霸气的战友缘 行 萌萌 那我以后送你绿植 这个颜色 挺健康的 那个 我 我对花草都过敏 我 我 鼻子有点不太舒服 我去处理一下 赶紧吃饭 林叔 送送木少 是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他结婚是为了什么 你想说什么 夜晚晚甚衰竭 这几年只能靠透析续命 一个月前 你成是给入职满两年的员工做了体检 而陆小萌刚好在名单里面 结果出来不久你就跟他闪婚了 还需要我说的再明白点吗 这一晚上时间 木少知道的不少 那是 都是一个圈子 程庆涵 他的事 你拿不走 对了 程总 牧师也会参加市政的招标会 你猜我们谁会赢 萌萌 对不起总裁 刚才有点事情耽误了 尊敬的各位来宾 各位记者朋友们 欢迎大家来到市政项目的招标会现场 现在我宣布 招标会正式开始 首先竞标的是牧师集团 下面请大家欣赏来自牧师集团的设计方案 牧师集团的设计图 怎么跟咱们的一模一样 这份设计图除了你们还有别人看过吗 没 没别人 设计部电脑关机后会启动自动防盗系统 我刚刚上洗手间之前把设计图交给了陆蒋萌 西瑞姐 你的意思是 是我把设计图泄露给牧师 设计图只有我和你经手 牧师最近又来追求你 你有嫌疑 总裁 如果真的是我把设计图泄露给牧师的 那他们根本就来不及替换啊 林叔 通知主办方 城市齐选 把设计图拿回来 是 现在竞标的是 城市的设计图 天啊 城市竟然抄袭牧师的设计图 这怎么回事 郭总 我们设计部 换好几个晚上出来的设计图 是城市抄袭了 放屁 城市抄袭了 郭总 城先生 城先生 快来这问题吧 城市的设计图 抄袭的设计师是谁 这位小姐 抄袭设计图的是你啊 我没抄袭 那你怎么解释 这两个人的抄袭都是一样的呢 设计图一样 就一定是城市抄袭牧师 没错 你们这帮记者脑子是不是不好用 设计图一样一定代表抄袭吗 牧总 您的意思是牧师抄袭的城市是吗 牧师是通过什么图形取得设计图的 我听说牧少最近在追求城市的女员工 难道是跟这个有关系吗 是不是你把设计图 献露给牧师的 不是他 两位老总这么肯定的话 这次的抄袭事件 两位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既然两家设计图是一样 我建议暂停竞票 三天以后 我会给一个调查结果 那如果调查不出来 是不是就可以认定城市抄袭 或者是这位设计师 献露设计图给牧师呢 没有任务 先生您再回答一下吧 程总 你刚才 为什么不当着媒体的面开除我 这样至少能确保 城市不会被扣上抄袭的罪名 公司的名声 还轮不到你一个小设计师来造型 还有设计图是你辛苦画出来 不要随便让人丢 更不要随便认领抄袭的帽子 懂吗 程锦涵 谢谢你 这群记者怎么回事 我让他们挖出陆小萌 和牧里行的关系 是想逼陆小萌滚出城市 不是让他们给城市 抠抄袭的帽子 这下该怎么办 总裁我错了 谁指使的 泄露公司机密 除了要负刑事责任以外 还有民事赔偿 这个项目公司损失了十一 赔得行吗 是 是叶小姐让我这样做的 什么 年会后 全公司都知道 叶小姐是你女朋友 她让我帮忙偷设计图 我不敢拒绝 没想到主谋是叶小姐 人家说的未必是真的 晚晚不会为了设计图 影响公司生育 总裁还真是信你的 女朋友啊 这件事情我不查清楚 如果调查清楚是叶小姐做的 那总裁会让她在记者会上当众道歉吗 散会 总裁 经过调查 现在所有证据的确都指向叶小姐 果然是她 总裁 你现在可以让叶小姐当众给我道歉了吗 陆小王 你还准备包庇她 好 我让她给你道歉 喂 程总 叶小姐昏迷了 正在抢救 去医院 叶王婉 同样的把戏 你还想玩几次 叶小姐的情况越来越糟 肾脏移治手术一刻不能再死 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下周一安排手术 可是陆小姐那边 晚晚这边 不能再拖了 嗯 陆小萌 就算韩哥哥查到真相又怎么样 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站在我这边 取下你的肾 换给我 城市 城市对两日前的抄袭事件召开记者发布会 相关涉事人员被开除并公开道歉 牧师也对抄袭致歉 开除相关人员 哥 看来你对叶王婉还是念念不忘啊 嫂子应该很受伤吧 我这个小叔子 该不该替嫂子讨回公道呢 相关涉事人员被开除并公开道歉 牧师也对抄袭致歉 开除相关人员 记者会的事 你不用解释 我早就该想到了 即使你查出来是叶婉婉干的 也不可能让他当众道歉的 我可以替婉婉给你道歉 你凭什么替他道歉 一句道歉而已 何必这么咄咄逼人 我咄咄逼人 是他无限我抄袭 他说的对 你们在一起十年 就算把证据摆在你面前 你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他 相信他 莫立行跟你说了什么 这跟莫立行有什么关系 这跟莫立行有什么关系 你最好离他远点 我出差几天 回来有事跟你说 陈金海 你终于要跟我谈离婚的事情 对吗 也对 这陈太太的位置 本来就是夜晚晚的 哪位 喂 萌萌 抄袭的事我已经跟陈金海解决了 过两天是情人节 我带你去伦敦看鸽子好不好 莫少 我已经结婚了 请您自重 那就赶紧跟他离婚 这两天有部电影挺好看 叫《消失的他》 是杀妻的意思 要不买票咱俩去看 我没时间 你去找别人吧 我先挂了 等等 你那版设计图我不满意 还需要再改 莫少 设计部都已经开始动工了 你现在说要改 我想改就改 时间地点我短信发你 我要当面聊 小兵 萌萌 陆小芒 要我说吧 你就跟陈金海离了吧 做我女朋友 这样设计主你就不用再改了 怎么样 莫少 你就别胡闹了 陆小芒 小不是你 我就不会被开除 到现在连份工作都没有 都是你害的 郭小芒 让一让 都让一让 送抢救室 我这是 在哪 在医院 我不会让你用事 让一让 快 韩哥哥 我走不动了 你抱抱我 马上就到了 不 你抱抱我 有病人需要急救 别读路 都让一让 这边 走 陈金海 说来出车只是个黄 这两天 你都是在医院 小芒 小芒 你睁开眼睛 别顺 小芒 快点医生 怎么了 韩哥哥 我是不是疯了 怎么会听到陆小芒的名字 陈金海 我是不是再也看不见你了 陆小芒 能看到我的手吗 陆小芒 你听到我声音吗 陆小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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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裁 放开 韩哥哥 快点过来 陆小芒 陆小芒 明天就要手术了 你有出幼儿子 陈金海 你最好祈祷她没事 她怎么样 幸好陆小姐没有伤到内脏 身上只有多处皮外伤 而且会脑震大 需要观察警察 不过 不过什么 我给病人在查写的时候 发现她怀孕了 你醒了 陈金海 你怀孕了 你昏迷的时候 医生给你做了弊肠 孩子 已经有胎心了 孩子 你是不是想让我 留掉这个孩子 也对 只有夜晚晚 陪给你生孩子 陈金海 你可真不是个男人 真没你事 出去 我偏不 孩子你不要 我要 萌萌 跟她离婚 我养你个孩子 我看是谁 惨对我孙媳妇离婚 奶奶 我要再不来 还不知道 萌萌要受多大的委屈呢 奶奶 丫头 不哭啊 只要有奶奶 一口气在 别想伤害你 和肚子里的孩子 我家小子 我要再听说你 催促我孙媳妇离婚 我找你爸爸 把你教 请个够 少拿我爸 压我老太太 成绩俺心里 只有叶婉婉 这样的婚姻 萌萌跟她在一起 根本就不幸福 又是叶婉婉 奶奶 这件事跟婉婉 没有关系 没有替她说话 招标会上 她陷害萌萌 设计图抄袭 又把萌萌摔成这样 她是要害死萌萌啊 奶奶 这件事情 我已经派人去调查 调查 好 我希望调查结果出来 看谁 还维护叶婉婉 说话 奶奶 我想 我想离婚 你 奶奶 你干什么 干什么 萌萌怀着你的孩子 还要跟你离婚 你这是把她心伤透了呀 奶奶 你听我解释 你别跟我解释 我打死你个臭小子 奶奶 萌萌 只要奶奶 有一口气在 你就是我们成家 大孙媳妇 那个夜晚晚 永远进不了 我们成家的大门 况且啊 你也不想生出个孩子 没有父爱吧 从今天开始 我让保安 二十四小时地保护你 等你出院以后啊 让你搬到老宅子里面去 看谁 还想对你下黑手 还有你 你给我搬过去 从今天起 萌萌就是这个家里的女主人 饮食 起居 都不能给我马虎 听见了吗 是 萌萌 坐了一天的车累了吧 你 给我把萌萌 抱到卧室去休息 好 奶奶 我自己可以的 我 承进寒 夹在新欢旧爱之间的滋味 不好受吧 早点休息吧 我去旁边房间 总裁 老太太说 今晚你得跟夫人 住一件卧室 喂 扩大搜索范围 必须要抓到真凶 我不会让推你的人 想要方外的 他这么着急揪出凶手 只是为了向奶奶证明 我被推下楼梯 和一碗碗五碗 放开我 我怎么不要打掉我的孩子 放开我 打掉她 不要打掉她 不要 不要打掉我的孩子 娘 求求你 不要打掉我的孩子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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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掉我的孩子 原来是一场梦 你就这么想要这个孩子 陈静涵 我求求你了 不要拿掉这个孩子 你之前跟我说了 只要我不祈求你的感情 你什么都可以答应我的 我求求你了 就留下这个孩子吧 我就只有这唯一的要求 我知道了 你答应留下他了 早点休息吧 喂 张大夫 麻烦你 按我个事情 谁允许他进来的 他应该就是 阮锦鱼的亲妈 成年元的小三 你奶奶说 萌萌发生了意外 我连夜改签了机票 再问你一遍 谁允许他进去 增加他 小韩 你阮阿姨的病情 随时可能发作 我不敢把他 独自留在京郊别墅啊 哥 我妈好歹是你长辈吧 你什么态度 一个勾引老板 生下私生子的小三 也配当长辈 小韩 过去的事 是爸爸错了 你不是错了 你是松手的 妈 我的留学申请通过了 帮我签个字 妈 难怪他每次 对这个家庭 都充满敌意 月明 有鬼 有鬼叫 我好害怕 他回家 吃药 吃点药 小韩 你这是干什么 程明远 你忘了 你叫我妈 目前发过毒誓 永远不把这个女人 带回城市 这才十年就忘了 小韩 走 走 别跟着我 别喝了 不用你管 程清涵 你去找叶婉婉吧 为什么要我找他 因为 我觉得他陪着你 至少能够让你快乐 谁告诉你我难受的 你以为我像你一样 舍不得那点细节的亲情 我告诉你 在我眼里 亲情不知一提 不知一提 原来 你留下这个孩子 不是因为不忍心 而是觉得 不知一提 也好 从这个孩子出生以后 他就是我一个人的孩子 你少喝点酒 下去吃点东西吧 不然对胃不好 陆小梦 给我待会儿 我恨他 不是因为他出轨 不是因为他抛弃了我妈 也不是因为他有私生子 是他明明离不开那个女人 却还把我妈困住 如果他当时可以离婚 我妈不会自杀 我不会困住你的 程清涵 我希望你快乐 程清涵 我好像 控制不住自己 就要爱上你了 程清涵 你醉了 我不是夜晚晚 对不起 总裁 张院长说 夫人肚子里的孩子 谁让你动我手机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的 我不小心 按到了接听前 我刚才听 李秘书说孩子 孩子怎么样了 孩子没事 那他刚刚的语气 你之前太瘦了 身体贫血 就从楼梯上摔下了 我想联系一下张大夫 给你看看怎么保态 那你刚刚 为什么要着急 挂掉电话 我不想让你觉得 我对他有所期待 你放心吧 这个孩子 只会是我一个人的孩子 我也不会耽误 你和夜晚晚在一起 张院长怎么说 张院长说 如果夫人肚子里的孩子 有七个月 在捐献的同时 肯定能保住孩子 可是夫人肚子里的孩子 只有一个月 如果给夜小姐捐肾 肯定保不住孩子 总裁 您只能在夜小姐 和夫人肚子里的孩子 当中选一个 我答应过她 要把孩子留下 可是 总裁 导致把夫人 推下台阶的 那个人找到了 二少 程仙涵已经抓到阿三 但是没有送去警局 彻查这件事 应该是想继续 包庇夜晚晚 她对夜晚晚的感情 可经不起试探 告诉阿三 把这件事烂在肚子里 等这件事结束了 立刻送她出国 和老婆孩子团聚 是 二少 因为我是私生子 所以嫂子也和哥一样 不喜欢我 对吗 你不要多想 那是上辈子人的事情 你是无辜的 嫂子 你知道蓝色鸢尾的花语吗 它代表绝望的爱 绝望的爱 父亲在他妈和我妈之间 摇摆不定 一个自杀 一个疯了 这样的爱 难道不绝望吗 嫂子 你现在 是不是也很绝望 她跟你说什么 我跟嫂子说 黎秘书带了一个人回来 应该是把她 推向台阶的凶手抓到了 凶手找到了 相信 警察很快就能查出 幕后指使的人是谁了 你对这件事 倒是挺刷新 当然 嫂子现在可是怀着孩子嘛 要是不把凶手抓到 那嫂子和孩子 他们的安全谁保证 警局的人 有没有说多久就可以查到 你是不是根本 就没有把人交给警局 所以 设计把我推下楼的人 是叶婉婉 这件事 还需要仔细调查 仔细调查 设计图抄袭的事情 琳达当众指出了叶婉婉 那为什么记者会上 被带走的只有琳达 陆小萌 凡事得讲证据 证据摆在你面前 你都不相信凶手是叶婉婉 陈静 你可真可怜 爱了叶婉婉十年 我怕都没有看清楚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吧 如果真的是婉婉 我会让她跟你道歉 一句道歉就可以买我的命吗 她没有要你的命 她要的不是我的命 那是什么 你有印在身 别系道 如果有人敢伤害我的孩子 我是不会放过她 就算你固着她 也不可以 没有哪个女人能接受 自己的男人心里 装着另一个女人 更何况还和她有个孩子 哥 这种感觉 你应该很懂 别以为你是个残疾 我就不会做你 清官的 反正我也不会换手 少在我面前耍错你 陈静涵 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那些爱你的 你爱的 都会受尽折磨 妈妈 明天什么时候去医院产检呢 奶奶 约的是明天上午 哈哈 明天 裴萌萌 去医院 她答应得这么爽快 真是不想让奶奶生气吧 总裁 叶小姐 隔腕自杀了 又是叶婉婉 那个狐狸精在作妖 奶奶 兴许 公司又及时要处理呢 明天她不陪你去 奶奶陪你去 奶奶 我自己可以的 那怎么行啊 嫂子 我明天去医院做精卧按摩 要不我陪你吧 奶奶 有小叔和保镖陪着我 这下你总能放心了吧 那好吧 明天有什么事打电话给奶奶啊 嗯 知道了 程少放心 书写很及时 不会对肾脏造成太大影响 但是 叶小姐的移植手术 真的要抓紧了 知道了 韩哥哥 我是死了吗 别乱想 可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死了 你就可以不用在我和陆小萌之间为难 当时候你们一家三口 就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谁跟你说他怀孕了 医院那么多张罪 韩哥哥你还想瞒着我吗 他怀孕只是个意外 他不会为这件事要求什么 所以 你决定留下这个孩子 让我继续等合适的深渊室 韩哥哥 你还记得吗 我手里的这块板吗 记得 是年前你为了救我 留下的 所以 我从老天爷手里 把你救回来 他一怒之下 要把我这条命收走了 你放心 等你身体好些了 马上安排手术 韩哥哥 我就知道 你不会眼睁睁看着我去死的 陆小萌 你的肾帮不住 你肚子里的孩子更帮不住 孩子发育挺好的 不过你太瘦了 怀孕中后期 孩子对营养的需求会变大 要多吃营养的食物 心情也要放松 我会注意的 谢谢医生 叶小姐的移植手术 怎么还不做 听说捐献者意外怀孕了 叶小姐怕等不到匹配的肾源 想不开自杀的 捐赠者怀孕 肾源 因为 匹配 匹配 你们身份那天你说的品 不是八字也不是星座 而是我的身 小子 你没事吧 没事的 你好 那个需要捐赏的叶小姐 她的病房在请了 八楼 韩哥哥 手术的事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陆小萌 等确定了手术时间 我就跟他说 你 真的舍得 陆小萌肚子里的孩子吗 毕竟 是一条小生命 所以你跟我闪婚 就是为了拿我的肾 就叶婉婉 你都听到了 说跟我没听见 你打算什么时候通知我哥肾 还是把我安在手术台上的时候 再通知我 你先回去 是 堂堂城市集团的总裁 怎么可能会闪婚小助理 你就只有我是个傻子 以为这是一个美妙的存在 你先回去 让林叔带你回去 我回去跟你谨慎 陈洁 你一次次地帮我捡 一次次地让我赶 甚至 其实都只是为了拿我的身 就大 不说话了 那我问你 你其实从一开始 根本就没有打算留下这个孩子 害怕我留着 害怕我伤害自己 就只是害怕耽搁他做手术 我说到对了 苏小萌 你这个骗子 韩哥哥 陆小萌 你要打就打我 韩哥哥是为了救我 才跟你赏婚的 更何况 是要你一颗肾 不是要你的命 闭嘴 韩哥哥 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怎样 陈洁 其实你可以从一开始就告诉我真相 而不是让我 像个傻子一样 陈洁在这个美好的幻想当中 化地为狼 陈小萌 韩哥哥给了你八个亿 八个亿 别说买你一颗肾 就算买你全身器官都够了 八个亿 八个亿我根本就没有药 我的肾 多少钱都不卖 你就等死 韩哥哥 我小萌 不同意做手术 我怎么办 韩哥哥 被爱人抛弃的滋味不好受吧 是你 十年不见 叶小姐还记得我吗 十年前 是你让我制造那场大火 成为他的救命恩人 现在 你又想做什么 当然是和当年一样 还帮你 你为什么要帮我 比起陆小萌 我觉得你更适合待在成亲海身边 可是陆小萌不同意给我娟膳 那就让他 不得不去 你放开我 我承认我跟你闪婚 是为了给他娟膳 但想留住这个孩子 是真的 我没有骗你 你觉得我还会信你 放手 陆小萌 那里 我是不会给他娟膳的 这场骗户 到此为止 陈静涵 他让你放手 听不懂吗 陈静涵 你爱的是夜晚了 根本就不是我 为什么你还抓着我不放 你这样子 跟你爸又有什么区别 你忘了你妈是怎么死的呢 没事吧 我想离开这里 你能带我走 没错 我比他更混蛋 慕珊 我想离婚 你可以帮我吗 好 我帮你 这是我方曹女的离婚协议 请过目 我说过 把乙资产转到你名下 就是你的 谢谢程先生 但我不需要 离婚嫌疑我已经签好字了 如果程先生没有什么意义 就签字吧 至于奶奶那边 我会找合适的机会 跟他说清楚 冒冒 你哥出车祸了 快不行了 你快过来吧 在哪家医院 出行医院 好 我马上回来 张律师 离婚的事情请你处理一下 我有急事 就先走吧 冒冒 你可要救救你哥 你们怎么会出车祸呢 我们带孩子来做检查 没看见红灯 就被一辆车撞了 他带着你孩子 还有闯红灯 现在还说那些干什么呀 你哥要是没了 我也不活了 女婿那么有钱 肯定认识很多专家 你赶紧让他 把全云城的专家都叫过来 你爸说得对 赶紧给你去打电话 不用给他的 我已经跟他离婚了 离婚 我和同意 就你这样的 能当上豪门库太太 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他跟我结婚 是为了割我的肾 去救别的女人 这这 我也要让他割吗 不就是一颗肾吗 又不是要你的命 只要他给够钱 坐着 坐 我还是你们的女儿吗 当个嫂嫂要生孩子 你们就把我赶出去 知道我和陈静涵结婚 我们除了药车 药房 药材里 有一个人关系过我的生活吗 家属先去缴费 缴费 多少钱 玉存二十万 剩下的等书和出院再结算 二十万 去把手术费交了 我拿什么交 没钱 没钱 你是程家少奶奶 怎么会没钱 小毛 我求求你 你拿点钱 救救你哥吧 你看在侄子的分上 他刚出生 不能为了爸爸呀 你哪有那么多钱呀 你们到底交不交费 不交费 没办法理数 再拖下去 人救不回来 可别来医院了 毛毛 我求求你 求求你哥吧 那可是你亲哥呀 我给你跪下 你先起来 我先想办法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 暂时无法接通 小微信付光 女婿 小毛说离婚都是计划 你别当真 她投你绝肾了 什么时候手术都可以 她怀孕了 你知道吗 没事 没了就没了 以后再怀 她哥的命都重要 全身的事情 我同意了 小毛 如果你不同意 我不会逼你 我是自愿的 孩子不要了 不要了 反正除了我 也没有人期待她出生 你怎么知道 没人期待 那你期待吗 叶安安的手术 是哪天 小毛 你想清楚了 明明说 叶小姐的手术 是哪天 后天上 等手术一结束 麻烦你 尽快地把离婚鞋一清 爸 妈 这是我最后一次这么叫 从今往后 我跟这个家 半决一切关系 韩哥哥 你在外面等着我 我想睁开眼 立刻看见你 嗯 嗯 嗯 啊 郑少 苏小姐和叶小姐 该进手术室了 啊 重视他了吗 总裁 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这件事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是你 陈金汉 再见 好 今年的设计师峰会 男生会参加 务必说服他 做蓝海湾项目的总设计师 是 听说男生在国外 接项目的条件非常苛刻 甲方必须跟着男生的设计里面走 设计圈流传一句话 甲方是爸爸 男生是爷爷 很是嚣张 连续三年拿下国际所有设计大项 他有资格叫做 真想看他到底长什么呀 我们回去 把那个项目再跟进去 老大 我们为啥走后面 这次主办方打着老大出席的名号 招了不少记者堵在门口 他们为了挖出老大的身份 可干了不少蠢事 峰会议结束 立刻离开 通知司机提前把车准备好 老大 你这次公开露面 想要合作的公司恐怕要起破头 还有那个城市 天天打电话 问你什么时候有空见面 城市 他们的蓝海湾计划 要打造成云城的地标建筑 老大 你肯定感兴趣 不行 陈建海 咱们 又要见面 韩哥哥 你不是应该在家休息吗 我已经过了肾脏移植的排一期 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工作的 杜晓鸥 六娘 你到底在哪 接下来压轴出场的是 我们大家万众期待的 南生女士 你什么 他怎么可能是南生 大家好 我是南生 你消失了六年 为什么还要回来 这个呢 就是我们公司的设计理念 设计师服务的 永远都不是甲方 而是社会 是为生活奔波的每一个人 通过设计 便利群众 回馈社会 这才是我们设计师 该做的事情 南生设计师 这几年您在国外民生大造 请问城市的南海湾 是否会成为您回国后的 第一个项目 不会 我不会参与南海湾项目 更不会和城市集团 展开任何合作 南生设计师 是不是和城市有什么恩怨 城市可是云城 最有实力的建筑集团 我和城市不熟 城市 也不是我回国的初衷 那么敢问 南生小姐回国的初衷是什么 是为了工作 还是为了男人 南生小姐 请你回答 男人 只会影响我的设计速度 如果可以通过设计 提高医疗便利 减少非法器官 买卖移植事件的产生 也算是对法治社会 做出一点贡献 是 陆小牟 你的肾 我用得好着呢 是吗 你怎么就确定这个肾 是我 你什么意思 南生计师 南生计师 回答一下 南生计师 有什么问题吗 南生计师 南生计师 等点 不合适的鞋子 迟早也得换 陆小牟 六年不见 嘴皮子厉害了 陈静涵 陈静涵 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你对我越来越疏远 就是因为忘不了他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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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老公 是前夫 陈总 我刚才说得很清楚 我是不会和城市集团合作 那如果我不同意呢 那请问 陈总这次是选择用骗的 还是强迫我签字呢 答应我做蓝海湾项目的总设计师 价格随你看 没兴趣 你欠我的 我欠你的 陈静涵 麻烦你搞搞清楚 六年前为了夜晚晚 骗昏骗身的人是你 那不是你的事 是你要终止手术 与我不关 与你无关 六年前 以我的名义 从银行贷款六个亿 与你又关了吗 那笔钱 我会让律师打到你的账户 李易信 你堂堂城市集团的总裁 还要利息 城市是要倒闭了吗 这是一个印 按照银行同期的利率 够付你利息了 算得倒挺清楚 亲兄弟都明算账 更何况 是离了婚的前夫前妻 不好意思 我们没有理由了 不可能 六年前我已经签了协议 我没签 你现在依然是成胎 陈静涵 你该不会是按赏我了 还是说留着我这个活体备胎 等夜晚晚下次需要胜利 再要我的事 你就是这么做 不然呢 陈总 你的晚晚 现在可在外面走了 疯子 拿着你的支票 滚 还有 赶快把离婚协议签了 小黎 这个城市签合约 做南海关项目的总设计事 如果我拒绝呢 那你就顶着程太太的头鞋 一辈子 你 好 要我签约可以 你离婚协议签 好 萌萌 萌萌 这协议你想签就签 不想签没人能逼你 没人逼我 那就好 我只要你开心 鞋子呢 不合适 扔了 扔了好 走 我带你去买双新 一定是最可适的 不理行 他现在还是成太 很快就不舍 况且我已经做了六年的小三 也不知道 在一起 韩哥哥 你刚刚和陆小萌在这 你们聊了什么 我打算找他做 蓝海湾项目的总设计师 只是他合作吗 你和他 公司还有事 先回去 好 那我和你一起 不需要 陆小萌 我不管你回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都不会让你如愿的 通知媒体 五天后 城市和男生签约 夫人同意做项目的总设计师了 再让张律师 洗澡一份离婚协议 一起签 宋才 您和夫人是 真是阴魂不散 萌萌 你这样和城市签约 这是陈静涵同意和我离婚的条件 陈静涵 这个王八蛋 六年前为了让你比夜晚晚 全是骗婚 六年后又来威胁你 妈咪 你什么时候回来 妈咪正在往回赶了 妈咪呢 让四季伯伯开快点 很快就回去了 不能开快哦 安全第一 我说过很多次了 好好好 妈咪很快就回去了 女生先挂 不是去买鞋吗 不用了 先送我回家吧 小宝 妈咪 你口嗦回来了 快尝尝你的大餐 小宝可真棒 又给妈妈做大餐了 走 尝尝这个 好 好吃 大馋猫 小宝 给妈妈倒杯水好不好 好的 夫人 五天后举行签约仪式 时间地点 我已经发到你手机上了 好 还有 我马上就不是程太太了 麻烦你以后换个称呼 好 那我就不打扰陆小姐了 谢谢小宝 他没事 跟大军骗我 只要他还不找你 怎么会我 男设计师 您先前信誓旦旦说 不会和城市合作 怎么五天就打了脸 据说您插足程总与女友的感情 并涉嫌抄袭 您对此有什么解释 陆小宝 六年前 我能拿走你的一刻室 六年后 我一样能用舆论淹死 我确实在城市工作过 但我没有抄袭任何人的作品 至于插足感情 不如就由程总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今天是蓝海湾项目签约仪式 不是娱乐新闻发布 大家 还是多问问项目有关的我 叶小姐 你这么多年 没名没份的跟在程总身边 你就甘心吗 叶小姐 这么多年 没名没份的跟在程总身边 确实委屈 宗小宝 你要干什么 各位 这是我和程总的离婚协议 等我跟程总签完字 叶小姐 自然就有名份 难怪设计峰会那天 程总会当众扛走陆小宝 当然两人还是不期 那叶记者岂不是小三 你们不要不说 叶记者 我已经委托律师 为发布布置言论的账号 进行了锁定 起诉 而这个账号 正好是你的报线 不如 你帮忙 难道网上的黑暗 是叶小姐爆料的 陆小宝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知道 程总一向喜欢维护叶婉婉 但我这个人 有仇必报 署编 你怎么来了 叶婉婉 你用公司账号 发布布置言论 引导网报 你就是这样当记者的 署编 不是我做的 这肯定有误会 误会 那我只能委托法院 进行起诉了 韩哥哥 网上这些 是你发的 韩哥哥 我保证下次不会了 帮帮我 现在证据在我手上 程总要是想维护叶小姐 也得看我愿不愿意 既然做了 就应该负责 我希望叶小姐 向我公开道歉 陆小萌你别太过分 觉得我过分 那我们就法庭见 韩哥哥 还不赶紧道歉 对不起我错了 错哪了 我不该在 网上三不摇眼 几乎你是小三 韩无蔑你 涉嫌涉计图抄袭 哪设计师 叶王婉已经公开道歉 这事就别闹大了 既然主编开口 我会让律师撤诉 那我们之前沟通的专访 没问题 但我希望贵舍 能派一名专业的记者 叶王婉 你别开除了 我都已经道歉了 为什么还要开除我 韩哥哥 你帮帮我 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 之前说我对不起你 给你转婚 是为了给他捐身 是我的错 我会想办法弥补 弥补他不上 还请程总 赶快签字吧 你就那么想离婚 赶快签字吧 你赶紧通知一下程总 老太太出车祸了 总裁 不好了 老太太出了车祸 正在急救 奶奶怎么会出车祸呢 这个我也不清楚 要不您也去看一下吧 奶奶对你不错 去不去 你自己看着办 奶奶 萌萌 你这六年去哪儿了 奶奶想死你了 奶奶 好端端的怎么会出车祸呀 有没有什么事情 奶奶 装的 我装什么呀 你看我这颗的 您还要怎么编啊 我不装 我能看到萌萌吗 丫头 你这六年过得好不好 有没有人欺负你 奶奶 我过得挺好 你这个狠心的丫头 怀着孩子 从银城消失 也不打个电话给奶奶 奶奶 对不起啊 我以后常常去看你 你要是觉得对不起啊 就跟韩瀚在一起 奶奶 我们已经签离婚协议了 只要没有办手续 你们就还是夫妻 当年韩瀚糊涂呀 让你捐身给叶婉婉 婉婉 奶奶 陈静涵和叶小姐 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呸 这六年啊 韩瀚对她不冷不热的 其实她对你才是有感情的呀 她是没意识到而已 这小子你倒是说句话呀 奶奶 我们的事您就别操心了 我们自己处理 你想怎么处理 我告诉你 只要你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我就断了你的手 应该就是这里 妈妈 你哪里受伤了 小宝 你怎么来了 你刚刚叫她什么 你叫她什么 我叫她妈妈呀 这是我们的孩子 我的曾孙子呀 太奶奶你抱得太紧了 我都喘不过亲了 都怪太奶奶太激动了 你就是成亲孩 是 长得一般般啊 你叫什么名字啊 陆小宝 丫头 这六年来 你带着小宝辛苦了 没有 小宝很乖 这点倒是不随着臭小子 奶奶 小宝是我一个人的孩子 跟他没有关系 六年前我答应过你 要把孩子留下 可你呢 消失得干干净净 六年前你答应留下孩子 不过就是害怕我流产之后 耽误给夜晚晚全身 真是你亲口说的你忘了 渣男 我那是因为怕 怕什么 怕因为我对你不利 妈妈 为了小宝 能不能再给韩汉一次机会啊 奶奶 这个婚 非礼不可 好 反正呀 我也活不了几年了 离婚的事情你们自己办吧 奶奶 丫头啊 能不能看在奶奶疼你的份上 过几天 带着小宝来参加奶奶的八十大寿 指不定啊 那天奶奶就不在了 我答应你 不能反悔啊 嗯 只要有我老太婆在 你们就别想离婚了 我明明让护士 把多胎药加进她的点滴里 她怎么可能平安生下孩子 去帮我查一查 陆小宝搭回来的孩子 是不是韩哥哥的 陆小宝 就算他是韩哥哥的孩子 我也有办法除掉他 滕老太太 给您来出售了 她会来吗 成祖母 我们一家三口 祝您福入东海 瘦比男生 韩韩 照顾好你自己的老婆孩子 据说六年前 陈敬寒就赏婚了 后来因为夜晚晚作妖 陈太太带着肚子里的孩子跑了 看来这是真的 陆萌 这个呀 就是我的孙 就是我的孙媳妇 陆小萌 是我们知名的设计大师 这个呀 是我家的曾孙 小宝 长得可爱吧 就跟韩韩 就跟韩和小时候一样 长得一模一样的 这孩子可跟韩哥哥一点都不像 你怎么来了 韩哥哥 今天是奶奶八十大寿 后来给他老人家过寿的 你是什么身份 也配给我助寿 我们程家不欢迎你 奶奶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可是我跟韩哥哥都在一起十多年了 那是你不知廉耻 我们家孙子 别婚都好几年了 孩子都会打加油了 看奶奶 我还会做饭 奶奶 您跟韩哥哥都被陆小萌给骗了 什么意思 这个孩子根本不是韩哥哥的 叶王婉 今天是我母亲的寿宴 如果你再胡说 我叫人把你轰出去 叔叔 我可没有胡说八道 我有证据 这个是DNA检测报告书 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 这个孩子 跟韩哥哥没有任何关系 你怎么会有我们的样子呢 韩哥哥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陆小萌骗的 那也轮不到你来过 韩哥哥 陆小萌 这是谁呢 这个报告是真的 在医院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了 小萌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那我的孩子 留掉了 所以小萌是她呢 什么 是不是觉得自己头上一片绿 陆小萌 你带着这个孩子来参加奶奶的寿宴 你可真不要演 你咋我 怎么 又不是没打过 韩哥哥 你看 陆小萌现在被当中拆穿 恼袖成怒了 陆小萌 我们的孩子怎么留掉的 这你就得问问叶小姐 我什么都不知道 六年前 你买通护士 做手术的时候 在我的点滴里下剁胎药 确保这个孩子顺利留掉 这才过了多久 已经乱了吗 韩哥哥 你别听他瞎说 做回身手术 孩子本来就保不住 我何必图此一举呢 因为你要确保这个孩子 可以顺利留掉 一方 他再次 延缓手术时间 所以你 这些都是你做的一事 还有 他故意知道我哥的车祸 用我哥刚昂的手术费 来逼我不得不给他捐尸 陆小萌 你污蔑我 你哥的车祸 跟我有什么关系 污蔑 赵氏司机 还有当年那个护士 现在就在警察局里面 做笔录 是不是污蔑 很快就知道 不可能 他们根本就不在云城 那他们在哪 汗哥哥 我错了 我这么做 是因为我太爱你了 我怕失去你 叶王王 六年前你做的那些事 我为了维护 争一只眼 逼一只眼 你不仅不舒敛 还变本加厉 不对不对 当初 这在下楼的人 根本就不是我 过了 我不想再听你解释 我只是不想让你爱上他 我错了呢 所以 你不仅害他流传 还故意制造车祸 逼他比较深 没错 现在 陆小萌的孩子没了 他的肾也在我身上 就算你爱上了他 你们 也没有在一起的可能 可惜了 你身体里的那个肾 不是我的 你说什么 怎么可能 我明明亲眼看见 你们推进了手术室 手术还没有开始 就被中指 哥哥 是你交停了吗 那我的肾到底是谁的 你不是说 只有陆小萌的肾 跟我匹配吗 还是 你从国外 调到了肾源 你不需要知道 你都不愿意 让陆小萌 给我捐肾 你还不承认 你爱上了他 你看看这个八 你还记得吗 十六年前 是我 我从东江火场 把你救出来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十六年前 东江火场 东江火场 当年我为了救你 我差点把命都搭进去 叶婉婉 你确定 十六年前 把他从火场救出来的人 是你 当然 这个八都是证据 这么长的一条八 叶小姐当时 肯定可能知道 没话 当时就根本没有跳出声 你怎么知道 因为是我救的 当年 我把你带出来之后 就出去找人救 等我回来的时候 你已经不在了 韩哥哥 他在骗你 救你的人是我 他醒醒 我来救你 你什么都原来 假设做的就没有人 叶婉婉 从此我们两亲 我们之间再没任何关系 小萌 都是因为你 你给我去死 去死吧 你骗我 你骗我 你骗我证据是不是 没错 刚刚是在骗你 但现在 已经证据充足了 这是录音笔评 由你刚才亲口承认六年前 你买雄之人有什么 以及你故意制造车祸 包括你刚才 故意制造伤人 够你多劳 小萌 你算救我 但是你却有机会 小萌 你别高兴得太早 你不会我好下场的 把他送去警局院 你们那人做事 我不放心 我一起去 各位 我宣布 今天的兽业 结束 管家 送送大家 是 怎么 是啊 季寒 你受伤了 先去医院吧 萌萌 寒寒可是为了你受伤了呀 这个伤口要是感染的话 要了命哎 小宝 和太太太出去玩好不好 好 为什么要帮我挡挡 对不起 要不是我错 把他当成救命恩人 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 小宝 到底是谁的孩子 我立行的 我知道不是他的 陈静涵 小宝是谁的孩子 跟你有什么关系 也对 我没有资格问你这个 之前 我答应了你要把孩子留住 却没做到 小宝是名 汽因 我流产半年之后 在医院附近的草丛里面捡到 汽因 我捡到他的时候 他有先天性的 肾脊水和肾衰解现象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的父母抛弃了他 那他现在好了吗 手术很成功 医生说 不影响以后的生活 所以三年前你参加了关于肾的项目的合作 是不是觉得很奇妙 我和肾这个器官 有这么深的缘分 陈静涵 夜晚晚换的那颗肾 到底是谁的 时间不早了 不要让小宝跟奶奶等啥酒 我送你去 奶奶 时候不早了 我得带小宝回去了 萌萌 小宝已经睡着了 要不你今晚就留在老宅这里 陪奶奶好不好啊 奶奶你 都是这个夜晚晚闹的 现在胸口发闷 说不定啊 奶奶这生日啊 是最后一次生日了 我的生日愿望呢 就是让萌萌多陪陪奶奶 好奶奶 我留下来 今天晚上陪你 小赵 你赶紧去 把韩韩妈妈的屋子收拾好 今天少奶奶住 是 你好 这边请 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挽回媳妇 还得靠我 少奶奶 老太太说您折腾了一天 让我给您放了热水和花瓣 您可以去泡个澡 好好放松一下 嗯 知道了 不不可以去泡的 看起来 我可以去泡了一天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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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布置好了吗 和您的吩咐 还点了崔晴的西香 陈金涵 你说 如果一开始 你就发现了 叶婉婉的真面目 我们的结局 会不会不一样 陆小梦 你想什么呢 从一开始 就是为了 夜晚晚的圣儿骗你的 人的结局 早就注定了 可惜了一瓶好酒 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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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 妈 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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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你不要死了 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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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死了 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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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你不能死 小龙 你清醒一点 我刚刚就只是睡着了 我以为你 你以为我跟你妈妈一样自杀了 你放心吧 为了小龙 我也不会放弃我自己的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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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 怎么会有一个疤 我受伤了 什么伤 刚好可以伤在剩的位置 今晚我换的那颗身是你的 所以你的身一开始 就是跟他匹配的 而你舍不得捐给他 是我刺死 我让他等了四年 直到 直到发现我的也匹配 所以你跟我闪婚 而让我给他军身 一开始是这么想的 但后来我 陈静涵 你之前为了夜晚晚的事 骗我 我恨过你 可关个角度 如果我爱的人 需要这样子救命 我也会这么做 可我没想到 你对夜晚晚的感情 竟然这么 分得清楚什么是感恩 什么是爱你 既然一开始舍不得 为什么后来又把自己的换给你 因为 你不要告诉我是因为我 陈静 我宁愿那颗事 甚至不万万 对不起 我一开始就应该把我的事捐给他 明天早上 让林叔把小宝送回来 哎 梦梦 你又和韩汉吵架了 奶奶 我有事情就先离开了 小宝 麻烦你照顾一晚上 另外 请您不要非力 搓和我和陈静涵了 这个婚 我必须离 我好不容易跟你知道这个机会 你又把萌萌给气走了 奶奶 六年前 我是不是很自私 你这个傻孩子 六年前 你没有歌肾挽救夜晚晚 是你自私 你最后捐身 你到底是为了夜晚晚好 还是为了萌萌好呢 自私是人的本性啊 但是为了一个人 克服本性 那就是爱呀 你是说给夜晚晚捐身的 就是陈静涵 嗯 梦梦 就算她当初是为了你 才给夜晚晚捐身 那你会原谅 她当初骗婚吗 只能证明 六年前 她确实想帮我保住孩子 只可惜 还是被夜晚晚算计 流产了 别难过 孩子在天堂里 可能不想看到你难过 说不定小宝 就是他派过来守护着你的 哦对了 警局那边怎么说 人证物证拒绝 足够盼夜晚晚 故意伤害罪 嗯 那就好 那你跟程建涵的离婚协议 这次又没签成 你打算怎么办 过两天 我会去找他签的 这份离婚协议就差你签字了 赶紧签吧 总裁 拿给张律师办手续 以后我们就是纯粹的合作关系 南海湾项目 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设计方 我做愉快 好 一周内 我想看到睡机高 没问题 离婚证 留寄给我就行 我先走了 忘了告诉你 夜晚晚除了否认 把我推下楼的事情 其他的都承认了 总裁 你怎么这么快就签字离婚了 老太太那边 和她结婚 是为了给夜晚晚还身 这样的婚姻 本来就不应该存在 我要和她 以正常的关系 重新开始 你是要重新追求夫人 去查一下六年前 陆小梦被推的事情 我们被误导了 好 这一次 我不会再让你受伤了 二少 程建涵又在调查六年前那件事 让他查 为他查到您 等了这么多年 就是为了这一天 对了 警局那边有情况吗 夜晚晚下午就能出来 背车 这枚棋子还能再用一次 是 叶小姐 我可是费了好大劲 才把你从里面保释出来 你还要我帮你做什么 帮我 不如说帮你自己 好好地想想 是谁把你害进监狱 记得一会把出口拿给陈青涵 老大 求你了 你跟我一起去吧 程总每次见我都出各种问题刁难 我一个人搞不定他啊 那你在公司等我 我马上过来 你弄死我了 我说过的 我会让你后悔回来的 夜晚晚 是帮是你出来的 等你死了 我再告诉你 我死了你也活不了 我不能放过你的 那我就让你给我陪葬 我死了 就永远不会知道 谁给你这个事 把话说清楚 谁当彼是谁的 我只不把他打圆 他还没回答我问题 阮静瑜 陈青涵 我都要看看这两个女人 你更爱哪个 你们老大怎么还没来 我给他打个电话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奇怪 老大关机了 可是他明明跟我说好 在城市会合啊 总裁 夜晚晚下午被保释出来了 谁保释的 是阮锦瑜 另外 六年前推夫人下楼的 幕后黑爽也是他 陆小萌可能出事了 你去找小宝 拿到实施定位给你 是 老大有危险 不行 我得告诉沐老板 原来 这一切幕后的石座勇者 是你啊 六年前 嫂子要是像现在这么聪明的话 也不至于被我哥推上手术台 给夜晚晚捐肾 躲在背后操作这一切 很好玩吗 我一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 除了躲在背后 还能干什么 那你现在又把我绑了要干什么 我跟你哥 已经没有关系 放心 我只是为了让我哥做个决定 你和夜晚晚 他会选择谁 有病 没错 我是有病 程家的每个人都有病 朱小宝 真不愧是我哥 这么快就找到了 阮锦鱼 你想干什么 韩哥哥 快救我 站住 我在他们的椅子后面 安装了炸药 只要我引爆他 别说他们 你和我都得死在这儿 那你现在想干什么 跟你玩个游戏 我设置了三分钟的倒计时 我算了 这三分钟 足够你救其中的一个人 你是救 陆小萌 还是夜晚晚 韩哥哥 快救我 就算当年不是我救的你 这几年 陪在你身边的人是我呀 嫂子 你也不争取一下吗 毕竟 你才是她的救命恩人 所以 你把我保到这里 就是想看看她 在我和夜晚晚当中 选择谁 一个男人 在两个女人中间摇摆不定 多有意思 就和我们的爸爸一样 韩哥哥 你会救我的 对吧 你不是想知道 是谁捐给你的身 是她的 不可能 韩哥哥十年前就跟我说 她贝勒姓 她的身 跟我的不匹配 好好看看 一份是我哥和你的配型报告 另一份 则是她在手术前签署的捐赠协议 不可能 韩哥哥 你快告诉我 这不是真的 她没骗你 你的身 是我决的 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贝勒姓不成功 因为她自私 更因为她没能爱 你胡说 韩哥哥 你是爱我的对方 所以你还是把身给我了 对不对 因为我爱不成了 所以把身捐给了你 我陪在你身边十几年 竟然离不过她的三个月吗 说够了吧 该继续我们的游戏了 倒计时 开始 韩哥哥 我就知道 你是骗我的 你还是爱我的对方 韩哥哥 不要爆炸了 我们快走 先走 你疯了 没有时间了 你快走啊 我不走 你咋想死在这儿吗 你死 我跟你一起死 你谁叫你快死 不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没劲 我还以为你会先救嗓子 到时候夜晚晚死了 你就不必再为难了 你这个疯子 没错 我就是个疯子 你要是像我一样被藏了二十年 你也会疯 这么多年 没有亲人的陪伴 没有参加成家的任何活动 甚至 都没有一个像样的身份 你知道 这样有多大呕吗 妈自己走着 她有错 我有什么错呢 谁不想选择 到这样一个家庭呢 要是我 我也不想选择 当一个见不得光的人 这个四生子 确实由不得你选择 但是这么多年的坏事 全是你干的 没错 我恨成家的每一个人 锦鱼 锦鱼 你 你最恨的是我 对不对 对 就是你 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爱过我和我妈 锦鱼 我对你妈 你对她好 是因为她救过你的命 这么多年 你爱情跟恩情都分不清楚吗 都是我的错 我害了你们 也害了她们 哥 你也很恨她吗 当年 老师她早点跟你妈离婚 你妈也不会死 你给我闭嘴 我要你变成另一个成名员 让你 狭窄在爱情和恩情之前 你死了这条心 我成不了她 是吗 忘了告诉你 当年的那场大火 其实是夜晚晚放的 她的目的 就是为了成为你的救命恩人 接近 韩哥哥 你别听他胡说 他就是个疯子 是 是他指使我的 我早就知道是你放的 那你 为什么对我那么好 我曾经以为是你救了 我感激你 感激 所以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 以前我不懂什么是爱 现在我知道了这不是爱 只是恩情 你不爱我 那你爱的是陆小萌 是 陆小萌让我知道什么是爱 程静涵 我恨你 没想到 我对你的惩罚反倒做了件好事 让你认清了自己的内心 放手吧 我不会收手的 你想怎么样 你猜啊 季云 季云 季云啊 季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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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 你怎么这么傻 这么多年 你一直在装疯啊 不是装疼 那不是让你不要离开我吧 季云 程家每一个人都是疯子 你为了把他留在家里 故意把他推下楼 把责任推到我身上 而他为了留在家里 装却装了一辈子 季云 都是妈的错 都不会再做下去了 季云啊 看见孙云 是死的 你们倒是死的 是阎文王方的活 走开 我要烧死你们 季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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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进去一块 季云 季云 我可能不行了 六年前 我刷下台阶 被送医院 但是我看到你 包着夜晚晚 我真的好难受 是我的错 我可能 可能赔不了季云 你说话 我一定带你出去 夜晚晚 对于你的犯罪事实 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该死 他们全都该死 陈建涵让我们告诉你 以后你们再也没有关系了 没有关系 那边 哥哥哥 我爱你的人是我 十年 我爱你 十年 你却为了弄小萌那个贱人 萌萌 你醒了 身体怎么样 夜晚晚昨天已经被警察带走了 他呢 他吸入浓烟过多还没醒呢 在隔壁病房 不过你放心 他那种祸害死不了的 阮锦鱼呢 其他人都怎么样了 阮锦鱼他 他在那样的家庭里面生活二十多年 确实也不容易 萌萌 你是不是想到你家里人了 我留年前 就跟他们断了联系 早就没有关系了 那你还以你侄子的名义 每个月存那么多基金 他们重男轻女那么多年 六年前为了钱 不管你跟孩子的死活 你已经人之一尽了 算了不说这些了 你要不要去看看他 萌萌 其实你心里从没放下过他 对吗 陈金涵 你说 如果没有阮锦鱼 和夜晚晚的话 我们会不会过得很幸福 对不起 你醒了 医生说 你吸入了大量的浓烟 嗓子可能会有点不舒服 但没有什么大碍 你是在关心我 你想多了 好歹 你也算是我的救命恩恩人 萌萌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的 好 昨晚我们被困的时候 你说 陈金涵 浓烟会使人神志不清 那天晚上说了什么 我自己都不记得 所以你不用挡针 你还是不肯原谅我 对不起 你不要想太多了 况且 我们已经离婚 各自安好 你先好好休息 我去叫医生 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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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新开了一家日料店 小宝掌着要去吃 否定了位置 一起去吧 萌萌 萌萌 我在你家楼下 我想 官爸 我哭得准不准 准 小宝最棒了 程总 我记得你花粉过敏呢 所以我帮你把花都破地上 不信 木里行 你这是 既然 你不准备跟他重新开始 那就别给他任何希望 嫁给我吧 妈咪 比起程静涵 我更喜欢干爸做我的爸爸 答应他好吗 老孟 我不会让你忘记关于 程静涵的疫情 比起这个 我想让你的余生 都幸福快乐 妈咪 小宝想要一个爸爸 陆小萌 嫁给我吧 我会让你幸福快乐的 他不会嫁给你 程静涵 你疯了 你不能嫁给他 程静涵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无权干涉我的私事 因为我爱你 因为你心里还有我 是 我心里还有你 但是我永远忘不了你对我的伤害 那你不要忘了 我们还有很多时间 可以创造新的回忆 我们可以把此慢慢磨平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这个机会 交给你 成为彼此的路 到我 怎会失去房间 干爸 他们好像把我忘了 我妈 就我逼你 你 只要你还请你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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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 对不起 我不会让我们冲干我爸妈的复仇 我爱你 这次没有任何问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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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往美国的航班 现在开始登机 请到三十六号登机口登机 杜晓蒙 你要去美国 喂 马上给我订一张去美国的机票 越快越好 你要去美国 谈合作吗 杜晓蒙去美国了 我不能再像六年前一样失去她了 你要去美国找夫人 可是夫人明天已经订好了 从美国回来的机票 明天回来 对啊 美国那边有个设计师大赛 主办方非要让夫人出席 你难不成以为夫人不要你了 今年的年终奖扣着 二位是自愿抚婚的 还要确认几遍 急什么 说不定啊 人家是怕 有人骗婚 我就陪你一个人 不然是自愿抚婚的 这种事情的 是自愿抚婚了 也不应该是自愿抚婚的 谢谢观看